我对孩子我再讲一点 就是我是一个溺爱主义者 我认为孩子是爱不坏的 我越爱他还会越好 因为他在爱的环境当中 他会更善良 所以我们两个在不同的方式之下 因为教育 反而我的先生会对我蓝脸 对不对 但是我的孙女 天生就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小孩 他发觉我每次都是因为 他而被我先生讲话的时候 他会自己跑到我先生的办公桌那边说 我跟奶奶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想我在争取时间 我希望留给我孙女 就是说这个世界上 我最爱他的爷爷 我就是明天走了 我都没有什么遗憾 因为我留给他 最好的一个资产 就是最爱他的爷爷 我就没有遗憾了 你说看今天的亲吻 我们今天现场有两位卫兵 我先介绍女性 因为我们在一会儿介绍这位男性 她是最尊重女性的盛世 我们先介绍她的太太张慧君 她是过去非常著名的 百合公司的总经理 就是企业里头的 很杰出的职场上的 很优秀的女性 谢谢 然后她的先生呢 不觉得她给她压力 以她为荣 这样对吧 我们介绍观众 观院长 观院长您好 您好 文健好 这个不知道为什么 跟你们见面次数不多 可是每次见到你们 都觉得是有 很像家人的感觉 你们说以前就对了 我们家邻居 对不对 对对对 就是对面 对面 然后 也不觉得陌生 我先从一般人的 蠢问题问起 为什么这不是我的 是一般人的 尤其是一般男人的 这样的蠢问题 就是你怎么有办法 这么疼爱你的 强势的妻子这样子 文健 谢谢你 对我的夸奖 我实在不敢当 首先我必须讲 我是个非常非常平凡的人 我可以讲 我一生 我虽然我很用功 很认真 做事情 但是我一直认为 做人比什么都重要 一个人的人格 气质 作为 不仅是形数他自己的一生 他的人生观 而且是最重要的是 可以让他自己过 一个非常的正常的 一个舒适的 一个生活 比如在家里面 我们家里 我跟我太太认识 我们是恋爱结婚的 这个 情投意合 两相情愿 在这个前提之下 任何其他事情都不重要 我认为人个人最重要 就是要尊重 一定要尊重 你一定看到很多跟您同辈的男性 对妻子有的很尊重 大多数都不是那么尊重 对吧 那是个人的问题 我也 他故意说家有汉妻 他的太太不会多有一点点声音 他就把它讲成是个汉妻 我也会 我从来不会去批评别人 我只做我自己 第一个就是尊重 第二个是包容 第三个就是相互的谅解 跟相互的扶持 互相帮助 这个夫妻一个家庭里面 它本身就是一个 大家是重新协力的 一个小小的团体 你只要心宽 你只要心体善良 我相信不会是什么大的事情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我跟我太太有很好的分工 我回想 这50年来 我也没跟他去讨论过这个问题 但是很自然的 就是我们两个就是 我组外他组内 清清楚楚的 他从来没有干涉过我任何的公事 甚至我在外面做什么事情 他不但不知道 包括我的植物的变动啊 他永远最后一个知道 他看到报纸了 我守口如瓶 我对公事 我是绝不轻易地去谈这些事情 同样的家事我绝不管 我家是太太管嘛 所以我自己我 我问我外面的事情已经够忙的了 再说我还有我的兴趣 看书跟写东西 所以我自己的时间呢 几乎全部都摆在这上面 那么家里是给太太管 当然孩子是我们都要爱的 那我讲孩子的事情 我也想我们两个有个基本分工 他负责管教我负责爱 他负责管教你负责爱 你这个太聪明了 还有一点更重要的 这个很多男人已经做到的 我们家呢 财务都他管 我不管 财务都他管 钱都是他的 钱都给他 我不管 我不管 这个 我想到一件事情 我们从这个事再来说起 让外界可以了解 你们两个人的互动 特别去处这样啊 我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了 关老爷的新书饭会 那当时呢 你就在台上 一开始啊 我们都看到您得了礼拜 看到您得礼拜的时候 就是会觉得疼喜嘛 觉得替您苦 结果你就一脸谈笑风声 然后谈笑风声里头 就提到您的太太 她是我太太啊 一听到我要做化疗 她太爱我了 就去马上给我买假发 是不是 然后呢 买了第一顶 我一看 像刘家畅 第二顶像什么 诸葛亮我也不要了 我就忘记你的顺序是什么 吓了很多人 假的不太好笑 这样的 就是 她说她太爱我了 然后后来呢 我就自己就从善如流 就是一洗脸 就从洗 洗到后面 就接受我没有头发 这个事情了 就洗脸 就一脸一手洗到底 我现在虽然生病 背的还可以 洗透洗脸一起作业 洗透洗脸一起作业 其实这个小故事呈现出来什么 我们从以前看到惠君姐 端庄整齐 您知道吗 因为我的母亲也是这样的人 然后她也自己在职场里头 她就每天做 头发梳得很好看 永远要把自己就搞成一个样子 连我的司机 有一个六十几岁的老头司机 不过就是要去她家楼下 拿她帮我炖好了 比如说燕窩吧 她连我的司机要来 她都要去换好衣服 擦好口红 下去 我就是这个 当时那个司机叫老刘 她说 哎呀我这个老刘 糟了头 还是让陈妈妈去换衣服 换成这个样子 擦好口红 但是惠君姐就像我的妈妈 这样的人呢 就是其实她生活是 会很重视一些 像刚才你想到 画了没头发这个不行了 对对 我想到没命 就是没头发这个不行了 你第一个去买假发 对对 这是要显示你的 跟她的不同之处 对对对 这很特别 那你为什么第一个 给她买到 还买到一个什么 猪狗那样的头发呢 因为很少有男生的假发 那所以也没有 为她要特别做一个假发 所以我怕她有自卑感 或是会心情低潮 那我就想买一个 结果她完全是一个 很真性情的人 是 她从年轻就觉得 我就是我嘛 我就是一个病人 所以从那个 我还把那个假发 卖假发的小姐 带到医院去 帮她带 帮她修剪 帮她弄好以后 三万多块钱的假发 变成一团稻草 她就是鬼 她就说 我不要接受假的东西 所以我就觉得 这就是她的个性 对 就是我觉得 我很听这故事 觉得很可爱 那也看出来 你们两个不同之处 那也吃惊 你怎么会觉得 关老爷需要一个假发 因为她这就如果是 因为她的 她如果是 她如果是会因此自卑的人 她就不会是关老爷 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 关老爷基本上 你应该不 你会自卑吗 不会吧 不会 他完全不会 我还蛮自信的 就是啊 就是我也觉得是真的 那您那个时候 当你也是有个年岁 然后得了领白癌的时刻 我觉得很多人会想知道说 你当时会觉得是个很大的打击吗 没有 我第一 我第一啊 我的个性非常的淡定 非常的镇静跟冷静 所以我的特质的 我从小 哎呀这个跌跌撞撞的 这个也不是很平坦的 但是我都能够很冷静去处理 我也把它当作理所当然 所以我当我知道我得这个病的时候 我就说我就治病嘛 人哪有不生病的 这第一点 第二我这个人相信科学 我常常跟任何人 很多人讲 我说这个 我们这一代太幸福了 这个科技这么进步 而所有的科技进步里面 对我们人类最有关系的 就是医疗 医药 是不是 我医生朋友也很多 我平时接触这些知识常识 所以有病看病嘛 是不是 那么常常有人还有一种 就是说 我是个天生的一个平等主义者 有人就说 为什么是我 我反问他 为什么不是你 是不是 这个 我认为 这个 很自然的事情嘛 就是好像说 我很平静 我从来没有说抱怨 什么难过 一点都没有 而且我很坦白讲 我住院住了半年 我还蛮快乐的 住了半年 半年 是化疗嘛 而且我不但快乐 我有充分的时间 我在 我看了好几本书 而且很深入地看 我出来就 出来就写两本书 所以就请假 请假出来 参加新发疗会 所以我觉得人生 不管是顺境逆境 你自己心里 要很镇静 很平静 你面对他们 对 面对他们 不要太执着 这是我的人生观 也是我的特质 我一生 我认为我这个特质 让我很幸运地 度过了很多的挑战 难关 所以我非常的 我对我自己很有信心 这个会变甲 您知道关老爷 罹患了癌症吗 那主要我觉得是 后续的化疗 跟岁数的问题讲的 那您会不会觉得 人生太无常了 我觉得生老病死 在我先生之前 我接受了 你也知道不止一次 包括我的公婆 我的父母 我知道人都会走 这一段时间 但是你不知道 刚好会这么快 发生在自己身上 是我自己的先生 所以他在做化疗的时候 我觉得白天是我们照顾 晚上是我们的印尼佑 住在那边 那因为为什么 我五点钟之前 我一定要回家 我孙女放学 所以我要照顾老的 要照顾小的 但是到了我孙女 要睡觉十点多 上床睡觉以后 那就是我 从前是我跟我先生 喝茶的时间 聊天的时间 他写东西的时候 我很自在地 就是做我自己的追剧 什么 就是很平凡 很温馨 很温暖的家庭 但是那半年以后 那半年的时间 让我回到家以后 我看到一个床 是我就会想 如果他今天一开始 就不再回来了 我的日子是什么 你知道 那我就觉得 这是一定会发生的 只是幸运他回来了 不幸运 他可能明天 医生宣告他不在了 所以我就 我就改变我自己 我绝对以后 对我先生 或是对我家人 我觉得对人的态度 也不止光先生 我要知道 每一个人 都会有不在的一天 所以我就觉得 从此我就觉得 我绝对不会回嘴 我绝对不会怎么样 但很困难 当然绝对就这样 我不要有做 任何一件后悔的事情 从此我就会更珍惜 当他回来的时候 我不会又 固态父母 又开始做任何 或许彼此不快乐的事情 大家听到这里 会比较了解 我今天为什么 要特别访问 关忠 关老爷 跟他的妻子 张慧君 总经理 他不附属于关老爷 但是你听到 是两个很有智慧的人 而且他们走过很多人生 一般人会经历的痛苦 一般人没有面对过的痛苦 现在他们就共同 又抚养了他的孙女 他们对所有的人 都非常尊重 很有礼报 但是只要孙女电话一响 孙女都不重要了 孙女最重要 刚刚发生的事情 但是这也是一个 很让人觉得很亲密的事情 就是说你 也知道说 Amber呢 就是这么小的小孩 有一天 很可能 当她 长到一个岁数的时候 变成你们两个都不在 我这样讲 你们会忌讳吗 不会 当然不会 因为这个是隔代抚养的一个必然的现象 所以就是你要走过很多事情 然后你在每一件事情里头 相关来面对自己的疾病 他说为什么不是我 然后张二军作为一个妻子 慧琼姐 她的态度就是说 她要准备好 有一天 这个先生是不会回来 如果回来是多出来 不会回来就要学习接受 那你们这样的一个人生的态度 在那个过程中 尤其是关老爷 是特别疼爱孙女 一定又是你最溺爱她 对吧 对 然后 那个时候你突然生病了 那你怎么跟孙女解释 怎么面对这个情况 为什么 这样子文倩你问我这个问题 这个说来话上 你知道我这个人 我常常走研究我自己 我是个非常爱小孩子 我跟你讲 我讲起来听了像笑话 我当初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 我的理想就是说 我有一天 孩子多的 我进门的时候都进不去 抱着我冗住我的 这是我的理想 像一样小狗一样 这是我的理想 他说像我家小狗 这是我的理想 你才五六只 我希望十几个了 结果这个人生命运就是 我跟我太太结婚 七年才生第一个孩子 云地 云地是七年后再生 再七年才生个儿子 那我一想 我那太太 我生的儿子的时候 我太太三十七岁 我想再继续努力了 我太太变成 一个干地的信徒 不合作主义 她说我高龄残腹 我不干了 所以她就变成干地 你变成大帝国就倒了 结果我就是两个孩子 结果女儿走了之后 留个孙女给我 哎呀 你不是说我当时知道我女儿 有女儿是我那种兴奋的 就等于是 这个 我这个人呢 我这个人呢 人家看起来我就是 好像有了老古板啊 看书啊 这个做政治当务 其实我天生 我很有文学的这种 文人的这种想法 但是我没有这个条件 没有这个欠财 没有这个机会 你知道我小时候 我从来看个电影 看 我在当兵的时候坐火车 看了车站上 一对年轻的夫妻 这个 他先生手里 握着一个小男孩 太太手里抱着个小女孩 抱我羡慕的 我说脖子都快了 这是我的理想 那这个我实现了 结果我一个女儿 一个儿子 结果女儿走了之后 哎呀 那个孙女 那我真是 这是 对我来讲 这是 天上给我的 我认为云记走 是当时让我通行 但是我认为他 心疼爸爸 心疼妈妈 给留下这么一个宝贝孩子 跟他有这么像 我认为这是上天给我的恩处 完全一样 真的 我认为 英文当中 本来就有句话 他说 孩子就是上天给你的 祝福 所以我很珍惜 我对孩子 我再讲一点 就是 我是一个虐爱主义者 我认为孩子是爱不坏的 我越爱他还会越好 因为他在爱的环境当中 他会更善良 我的狗已经这么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俩在这方面 是真自从道合 而且我认为人生 哎呀 看了那么多书 看了那么多 从战争到政治 到人性的各种方面的 我认为人生 天下你活的时候 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爱 你有这个爱心 而且你把这个爱心 发挥到极致 你自己最快乐 你天下有什么事情 比爱更快乐的事情 我爱孩子爱 我是个无条件的 我从来不指望孩子 对我怎么样 我在爱的时候 我已经得到最大的快乐 跟满足 这就是我的生活 所以我的孙女 我现在今天 我身过病 我年纪多 我已经八十多岁了 那我现在就是 我在跟时间在跑 我多活一天 我多爱他一天 我就很满足了 那我要讲的是说 你们会有这个疑虑吗 尤其是关老爷 这个生病 到这个年龄 都这么疼爱 这个女儿 你会担忧这件事吗 是我吗 你们两个 我当然一定担忧 而且一定怕 因为所以我跟他的教育方式 就是不一样 为什么呢 我恨不得像填鸭匙 赶快把他填到我 放心我走 你懂我的意思吗 那我的先生是希望说 我尽量爱他 爱不坏的 哪怕爱坏了 到警察局 就再把接回来 所以我们两个 在不同的方式之下 因为教育 反而我的先生会对我板脸 对不对 但是我的孙女是一个天生 天生就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小孩 他发觉我每次都是因为 他而被我先生讲话的时候 他会自己跑到我先生的办公桌那边说 我跟奶奶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高明 你知道 然后 你被骂得很愉快 我愉快 我实在接受 他就会觉得我真是多管闲事 然后他反而回来跟我讲说 你看 你多么的威严 让我的孙女这么要帮你讲话 你知道 那我这就是我的怕 我就怕他 什么都没有学好的时候 我走了他怎么办 你如果你留遗产给他 大家都很高兴 但是你留一个问题小孩怎么办啊 那因此呢 但是我觉得我的孙女 非常地劳定 完全没有这个迹象 他看起来比他同年龄的人成熟 对 非常成熟 而且他非常懂事 他每次就会跟我说 因为我是 我会大声嘛 Amber你怎么到现在 你看你的桌子脏兮兮的 什么什么的 他就说 以后你骂我的时候 关着我的房门 不要让爷爷听到 不要让爷爷听到 你知道所以我就每次 他替你着想啊 我都会跟上场讲 你真是给我一个非常好的小孩 比我的女儿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你知道他这么的懂事 这就是我更心疼的地方 那不是懂事啊 那是机灵啊 我告诉你 我是那种小鬼混出来的 我补充一下 这个你讲这个问题 是我在我心里的 的确是 的确有时候会有点低潮感觉 就是我能活多久去陪他长大 现在常常问我自己的问题 所以我对我的身体健康 我非常非常的重视 我想我在争取时间嘛 是不是我能陪他 我现在已经在算嘛 他今年就要上初中了 六年之后高中毕业 六年之后我八十九岁 那么我在争取啊 这个一关一关的 那么但是有一点 我希望留给我孙女 就是说这个世界上 有一个最爱他的爷爷 就像我当年女儿 也是这么认为 他有个最爱他的爸爸 所以我女儿走了 我给他写日记 我说女儿不在了 但是我们灵魂是永远在一起的 所以我对她的爱是不朽的 那么我在我孙女房 我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让他感觉到 这世界上一个最爱他 最爱他的爷爷 我认为他写好的心情 他有这种体会 我认为他今年十二岁 在四年之前 四年之前 那个欧洲足球杯嘛 在莫斯科举行 他有天跟我一起看足球比赛 他就是那时候还有空陪我看球 现在没有这个时间 那时候我看到那个 有两个荧幕上出现两个 小女孩很漂亮 我说安波你看这两个女儿 多可爱 她说句话说 我知道你下面会说什么话 我说什么话 哪有我是你可爱 我说安波你为什么 你对自己这么有信心 我不是对我有信心 我是对你有信心 我觉得好了 从那时候我相信 我这个爱他已经有了成果了 在他心目当中 我对他的爱 他对我的信心已经建立了 所以我今天 我对我的孙女 我心中就是不管怎么样 我知道 他会知道爷爷最爱他 这点我心里 我就是明天走了 我都没有什么遗憾 因为我留给他 这么一个最好的一个资产 就是最爱他的爷爷 我就没有遗憾了 有一次慧君姐跟我说了一句话 她说她跟女儿 孙女在一起 等于是重新去 学做一个妈妈 那我听了很伤感 但是也很感动 你会不会觉得 其实有这个孙女在你身边 让你不觉得你老了 另外一方面 就觉得自己好像 又重新活一遍 然后不觉得自己老了 因为不能老 因为我们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 我们是奶奶又要妈妈 爷爷又要爸爸 对对对对 我是奶妈两个角色 所以不能老 不能老 我的另外一种说话 我是感觉到 因为我从小 我对带小孩 说两话讲 很有经验 我太太说 我的最小的妹妹 小我21岁 她出生的时候 刚好我家里的 也发生变化 我是整晚看书抱着她 因为她一放下就会哭 我是抱着小孩 一直抱着抱着抱 那我的女儿也是 那我疼的 你可以想象了 孙女我是她的 我现在有个东西 我会有一种 就是我现在很多时候 我就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我永远是站在一起 她现在的 她的环境 她的想法 就跟她去配合 我有这个时候 我永远把孩子 当最好的朋友 我从来不说 我是你爷爷 我是你长辈 我要去管你 我要去说你 我把他当朋友 好好对 我就这种心态 所以我会 我让我从孩子身上 会让我 你讲得不错 我会变成年轻 对呀 真的 我的心境 我的这个想法 我就跟他 慢慢就跟他接近 是不是 那当然做爷爷的 我就再举个例子 很很 几年前 我就 我这个教育方 我就跟安波讲 我安波你有四大优点 什么优点 我说你爱干净 守记忆力 讲信用 她听的话 你说的是反话吧 他下面这话 知道了 不过我知道 这是你对我的期许 我会努力去做 对 这时候我跟他之间的互动 就会让我感觉到 我每次 我这个爱 还是有效的 还是有效的 他感受到 他体会到 那你没有溺爱到他 我想说不会这样讲话 而且还有点 你说我为什么 跟我的女儿 会这么好的感情 外面难想象 我很坦白讲 我用笔写出来 都没办法形容 我女儿懂我 我在她三十四年 从小到大 她没有讲过一句 伤我的话 那当然我对她 那真是 那真是保护 爱护 包容 重容 什么都有 我这个人生有这种 这是很奇妙的缘分 我是感觉到 我不但珍惜 我永远都不会 不会忘记这种 有这么美好的日子 我现在在我孙女生 还在扶制 是精进版的扶制 以前你女儿跟我讲过一个话 不知道我说出来 你们会不会介意啊 比如说如果 妈妈也是一样 负责管教 她就会被对她要求 她就会躺在爸爸的怀里 然后就跟爸爸告状 她在刚才骂我 然后爸爸就跟她说 那有权女人的意见 他们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 不是不是 不要得罪有权人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因为我的女儿 不要跟什么 不要得罪有权人 不要得罪有权人 因为因为 因为我女儿讲了一句话 因为观众不管钱嘛 所以她在女儿这么大的时候 二三十岁的时候 她总认为给个两百美金呢 就够了 因为她在上海嘛 她觉得还告诉女儿 说慢慢花 所以我女儿呢 Wendy呢 就跟她的好朋友说 我爸爸是零售商 我妈妈是批发商 我妈妈再凶啊 我大钱还是要跟她要 她知道 买房子买车子 那她就是这样 然后呢 她回到家 我当然会唠叨她 因为她这么高了以后 她有时候露个肚皮啊 有时候穿衣服会露一点的 我就知道 就是这件事 是是是 然后我就是真的会觉得说 就是要端庄啊 她就是不听嘛 她就跟那个爸爸告状 爸爸想她马上要回上海了 那上海 回上海之前 她说你不要跟有情人过不去 因为等会你妈妈少给你一点 她听了之后 恍人大悟 她才能接受 马上就能接受 爸爸你这个高明 对对对 高明 所以家里很有意思 这个彼此了解 就容易化解 了解才能化解 我觉得安波从小 真的很聪明 很智慧 她读幼稚园的时候 那她的 你知道她母亲的事情 那所以老师就先来问我 说我们做老师 怎么样面对安波去教导她 那我就说 她一辈子都会面 都会面对这个事情 所以不要说谎 就是看她怎么说 老师在旁边 那这个过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老师给我打电话 她说下课的时候 有一个男生跑来跟安波说 安波 我知道你妈妈是怎么走的 小学一年级 我妈妈告诉我的 安波就说 她非常的镇定说 你不要管我家的事 我也没有管你家的事 就走了 那老师就打电话告诉我说 我发觉她太成熟了 她居然会自己回答这个问题 我就很放心了 我就让她感觉到 这世界上里边 最爱的 我觉得我有这个自信 所以我会让 我会常常告诉我自己 我到现在还提醒我 你怎么做一个 天下最爱你孙女的爷爷 所以我在要求我自己是这样 我每次跟我先生 是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 所以我先生常常说 我是从前没有民进党 从前就是党内党外 有没有 那他每次都是 认为我就是当然的党外 他都是回来跟我沟通 那你说我担不担心 我非常的担心 我怕他受伤害 但是我先生每次都会跟我讲一句事情 当你没有办法决定的事情 你没有办法去担心的事情 你就放下 我觉得我们刚刚从你们的身上都 大家都无形之间学到了很多功课 这样子 就是夫妻的相处 男女的相处 如果 Amber说 现在人家都流行 什么金婚 60岁 80岁大典的 你们什么时候 60周年 我帮你们办一个party 让你们知道说 我多有能力办一个party 然后我帮你们两个人 重新让你们两个 因为你们是最好的 白头血脑的典范 可是我要你们答应我 我办的party是要让你们 觉得年轻一次 所以我要用年轻人的方式 办一个party 你们会愿意吗 他当然百分之百愿意 为什么 你呢 问题是你啊 我也愿意 下一句话说 可是您要付钱 为什么 下一句话说 可是您要付钱 我告诉你 一定是我付钱 非常谢谢 我们今天聊天聊得太愉快 谢谢 一巴不能好笑 对啊 谢谢 我下次再进行喝茶谈判 如果从医院出来的时候 通知我们医生 我们可以私自聊天 对不对 快乐一下 第一个就去你们家报道 一定 谢谢 谢谢 文倩